LAYO 兩世紀天天榮幸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來看馬來人對賞印度斯坦人 這場比賽是軍閥三的比賽 軍閥三的比賽又回到我們頻道當中 我們先來看一下紅方選擇的文明是馬來人 馬來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升級時代速度是遊戲裡面最快的 而且他的弓兵步兵還有大象都是能用的 騎兵路線非常爛沒有二級馬凱也沒有三級馬凱 品種也沒有 但是他後期帝王斯帶有毛相夫可以用 但是毛相夫在這次改版中有做一個小小的修正 就是價格上調整 但是馬來人的buff能力也被nerf了一些 他這個大象折扣變成只剩下75折 30% 35% 對 是大概以前是4折 現在變成 45折扣沒有那麼多了 是45折嗎 這個中文的折數其實有點難講 現在是剪刀只剩下一點點 就是差5%而已 算是小小的nerf一下馬來人的折數 不然馬來人以前後期大象黃金只要30塊錢實在太便宜了 然後他貴一點才行 馬來人的打法還是比較偏向於弓兵跟步兵 騎兵路線稍微不太行 這張地圖來說中間有點像是長生之處的打法 後面的話也可以直接繞背去打人家家裡 就跟長生之處很像 馬來人後期有火炮 還有強弩步兵 所以整體打起來也都會比較有應對能力 好我們來看一下印度斯坦人 印度斯坦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駱駝單位 攻擊速度非常快速 而且他肉碼也可以升級為大肉碼 但他後期主要的強力兵種都是獅黃金的 古拉姆或是印度火衝或是帝王駱駝 都是非常吃黃金的單位 所以印度斯坦的大幹道可以讓他的黃金或許能力更好 可以產出更多這些單位 那最近的印度斯坦蠻多高手都是用馬弓開局 配駱駝或是打古拉姆 這個打法對印度斯坦來說確實是可以帶起很好的節奏 那印度斯坦人本身村民很便宜 所以就算前面打古拉姆或是駱駝 壓力也都會比到像其他威品這麼大的感覺 好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黃金是在怎麼打 看一下這張地圖黃金是在前方 兩邊的黃金都在前面 比賽地圖來說的話地圖平和性都蠻好的 所以我們就暫時看兩邊地圖 先來看一下資源分布 資源分布的部分 中間是有五個生物 右邊有一個生物 那上方也有一個生物 這裡有兩個 整體看起來生物是偏多的一張地圖 那印度斯坦這個大幹道的能力 是連生物都可以吃到加成的 所以印度斯坦這邊可以在前期多多獲取生物 中後期可能就會比較輕鬆一點 這邊槍兵戳一下 戳到兩槍不錯 一刀砍死 這樣算是一換印的局面 馬來人決定要把自己家裡圍死 但是這個圍法非常的大 硬要圍 這邊三隻臭兵硬要圍死 這真的是有點多了 好 好 再補一個房子 好 絕對這邊是想要圍死生地龍時代 啊不是生城堡時代 好 地龍時代沒那麼快 好 雖然馬來也確實有單TC速帝王的打法 但是是為了打這個強弩 而不是為了要打這個大象 好 現在單TC上去經濟並不是很好 而且馬來人速帝王打工兵強弩路線 在團戰是比較長線的 單挑真的是很少見 而且這個風險性極高 有點算是賭博式的打法 好那馬來人這邊待會要生城堡時代 這邊先補列一個兵工廠 好 那塔塔後面也是確定為死 要準備來生城堡了 好 現在這裡有大概四隻 肉碗 控住了這些村民的採集支援時間 好 這裡有一隻工兵過來 感覺快要扛不住 這個工兵快要把他們收到頭破血流了 好 房子一破工兵繼續射 這個房子要蓋好 拉多一點村民過來修 好馬來人這邊城堡時代還有30秒 結果被射死了一村 應該是兩村欸 怎麼有一村不知道死在哪裡 這有免被射死了嗎 好馬來人這一把 好相機在點了二級伐木 好補殺了一個 修到遠 這邊 家裡再稍微微一下 好 這邊要退走了 這裡看來是守住 因為攻擊手越來越多了 好 印度斯坦這邊點下了城堡 斯坦 好馬來這邊是雙TC 開農 好 留下了一個僧侶 招搶下工兵 好 這裡又偷點到了一隻村民 村民擊殺樹 來到了三隻了 好 印度斯坦這邊升上去 也要趕快來撿生物 馬來人這邊也要趕快來撿一下 但中間有一隻肉馬在巡邏了 好 這邊3TC補像 OK 三個城的東西都浮在了礦區 好 印度斯坦這邊直接鬼轉奴兵 不走馬弓 奴兵升級上去 打了二級射 好 直接鬼轉清起兵 馬來人這邊選擇了生女路線了 生女路線的話打這個打法不太好打 因為生女其實蠻害怕工兵單位的 那馬來人這邊要擋一下的話 也可以趕快挖一根城堡出來 轉這個爪刀勇士喔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好 這邊是生女 招搶到了一隻工兵 好 這邊少年生女空的還不錯 招搶到了對方的工兵 自己卻沒有損失任何一隻生女 好 這邊印度斯坦補下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3TC也開了下去 好 這裡一發投死了一隻村民 右邊這個工兵還在想要繞繞看 看能抓到村民 好 來了 來了 墊下了救贖思想 好 這邊三隻刺猴會往前 不會回頭了 一刀 兩刀 三刀 再砸一下 再搞定 哇 最後被槍名全部戳死 賺到了這些生女已經不虧了 好 有救贖思想 招搶 投死車 就簡單多了 好 買來人 這邊是補下了槍兵 但是重裝長槍兵不太... 哇 這投死車直接找掉兩隻生女 這個救贖思想是不是白投資啦 好 再補一個修道院 快量產效生女 不適合一換一 好 這裡有一隻工兵居然在偷射射啊 哇 塔塔這邊太狠了 四處騷擾 這裡工兵還在巡邏 好 那伊多斯坦這邊已經拿到了三個生物 第四個也在慢慢搬回家 好 馬來這邊種純夠的肉 點下了重裝長槍兵 這裡沒有重裝長槍兵的話 生女的防守實在是很有困難 好 生女第一時間還是被砍掉 後面清起B 趕快貼上投死車 欸 結果好像要被修回來 槍兵在後面做一個攔截 戳掉了大量的肉馬 好 再用一拳打死這隻殘血肉 OK 然後馬上補下一根城堡 城堡要補哪 反而想要補這 但取得放棄 還是要往上補呢 但這裡補的話有風險 都在電的視野當中 但我覺得往上補可能會不錯 這裡還空到一個黃金 這個黃金要是能空下來 印度斯坦這邊就危險了 好 那如果要蓋這個位置的話 槍兵數量一定要多 看好不好再補一個軍營 槍兵配生女 打這個對方的生頭戰術 很好用 好 主投死車DC還是殺掉 這個招牆到投死車 要互換一下嗎 好 決定先打後面的生女 前方投死車居然沒攻擊 一致滴了投死車 好 投死車又再招牆回來 但是被槍兵直接被貼著打 生女第一時間招牆了 長槍兵 就掛到這個生女 高打滴 扛住 血量剩一滴 啊 招牆之前 自滴投死車 互換掉了 對方的生女 兩邊的交換 打的細節非常好 都有做到一些該有的細節 槍兵兩隻被招牆掉了 又變成交左戰了 馬來人這邊長命水量不夠多 要打贏補困難 結果又繼續補修道院 這是怎樣 修道院一直補一直爽 太可修道院 我覺得馬來這邊 應該是不是可以趕快點帝王時代 這個資源量其實已經很夠 點帝王了 而且升級時代這麼快速的情況下 先點帝王 優勢會非常大 好 這裡賣了300石頭 換了260黃金 最後城堡還是要補在這個位置 不往上補了 好 城堡蓋好 帝王時代只剩下1分10秒 好 看到這邊應該也要升時代 所以暫時不會出兵 好 後方這坨弓兵 還在這邊控 好 勝率終於招到了一隻 哇 這裡的弓兵還在騷擾這個牧區啊 正式一直騷擾一直爽 好 英德斯坦這邊轉出了馬弓 鄉鄉還是走馬弓比較方便 確實馬弓打這個馬來人 不管是要打槍兵 或是要打這個森柳 馬弓都是一個好選項 所以他剛剛升奴兵的時候有點嚇到 難道你真的是要走奴兵路線嗎 為了8隻工兵升級奴兵 但是這8隻奴兵也確實做到他們應有的價值 所以這個頭子必不算虧 好 馬來人點下了印刷技術 奴兵升級也在升級當中了 三個射箭場 巨型頭司機 這裡照一下 好 巨型頭司機直接往前架 這麼兇嗎 現在就是他的定用世代還有25秒 城堡要往後蓋囉 只能蓋在後方的位置了 寫方蓋堡看來是沒有辦法 這樣包補這個位置 好 馬來人這邊果然轉弓兵 他的強弩 數量多起來也是很能用 而且打馬弓有這個成本上的優勢 比較便宜啊 好 印就散 點下了三級是化學 好 僧侶直接走進去 看一下這個情況 後面馬弓 左線 僧侶往前 城堡果然不在這個位置 後面有個洞喔 稍想一下 好 僧侶直接撞到了城堡 趕快用箭矢擊殺僧侶 哇 一大堆僧侶倒下 剩下三隻僧侶尬了 馬來本來是具有優勢 現在好像變成有點被動了 烈士道連塔套都覺得自己優勢非常大 直接往前種田 都不會太那個 這有點扯喔 這個直接在你面前種田 看他的工兵跟僧侶巨型投司機沒有啊 好 印度三點下了火槍兵 要轉印度火衝 印度火衝已經點好了 好 火槍兵 射程來到了 7加2 這邊要採多一點的火槍 還有這個威瑟力啊 但遇到這種情況 直接轉大樓馬也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但是印度四代現在是非常虛弱的 最近城市中心裡的農田都被控制住了 要重新撒農田是很傷木頭的事情 所以現在印度四代經濟並沒有到非常好 但是資源上還是稍微領先對手馬來人 大概領先了一千多的資源 好 這十八隻的村民要往右走還是要往左走呢 火槍兵的數量 點八一下 一隻沒射中 第二隻 哇 射中 十二三 分段式射擊 掉了非常多的僧侶 好 點了工兵台價 那強奴兵這個單位是能打得以馬弓跟火槍的喔 以成本來說的話 工兵是有射擊力的攻擊速度 還有這個成本比較便宜的特性 好 印度四代這邊轉出了戰毛兵 開始升級了工兵台價 好 這裡火槍很偷彩 但是村民直接上前直接爆打一頓 好 馬來人提升了強奴 繼續拆除印度斯坦家裡的違建 五個生物被打噴出來 印度斯坦這邊要不要找個機會把生物往後搬呢 這個五生物沒有的話 大幹道的經濟加成就開始變弱勢 好 這裡用火炮 擊殺掉了 生女 五隻生女 應該可以剪掉 但是後方的火炮全部被招翔掉了 第一時間回頭解掉 後面的火炮 再來印度斯坦這邊是列入了弱勢狀況 沒有大落馬 這一波很難打 火槍打強奴也不是這麼的划算 要快轉戰毛兵 好 有戰毛兵的話 打強奴就沒這麼心痛了 好 馬來人補下了拇指環 封兵鎧甲也點了 三台巨頭還在無情輸出 火炮沒有第一時間能拿下巨頭C 好 現在印度斯坦非常缺黃金 黃金只剩下這一塊黃金 是他的救命金 黃金基本上是歸零的狀態 好 馬來由於有空到中間的關係 所以現在這一塊金跟這一塊金 兩塊的附金都可以吃好吃滿 印度斯坦還是要把這個生物搬回來 確保一下黃金的來源會比較好 好 現在下方這個位置 兩邊都想要蓋牆防守 好 這裡有一隻天空熊幫忙助陣一下 一隻天空熊 好 點下來一隻雲挖金挖石 二隻農田 二隻伐木 這時候印度斯坦才在點二隻伐木啊 剛剛上一把是馬來人 天才少年忘記點二隻伐木 現在是壞 打到這一把沒有點二隻伐木啊 好 這裡戰毛畢音 反擊回去 有點痛苦 沒有三級甲 遇到槍弩還是龍飛射川 白人也點下了戰毛兵 兩邊互相傷害 OK 戰毛兵 很努力反擊回去 印度斯坦這裡黃金 非常稀缺 好 補下了工程工程師 黃金要趕快產村民財啊 黃金只剩下少量的一百塊了 幾百塊而已 好 往右邊補了兩個修道院 好 這樣的話自己就還有機會了 好 馬來這時候 帝王斯太 墊下了毛相夫 好 印度斯坦終於要轉馬了 轉個二級馬漢跟品種 然後這邊轉馬 待會遇到馬來的平穎大象 那就尷尬了 好 馬式完全打不贏大象的 好 好 應律師台這邊轉出了 攻城戰象 準備要來進攻了 是要從左邊進攻嗎 但左邊這塊黃金被挖得差不多了 現在要搶救的是家裡的原本這塊金跟下面這塊金 但是大量大象已經在路上了 大象配搶弩 是馬來後期非常無解的一個打法 好 僧侶後面招響 直接招三隻 有機會嗎 點掉了一隻僧侶 後面兩隻僧侶還在招 好 這邊用戰盲兵 趕快反擊 最後還是有一隻僧侶被招響了 好 等這隻僧侶進入C時間 不能回頭招響火炮 前方的大象被火槍點到頭破血流 好 馬來最後是用強武 再偷點後方的火槍 好 火槍一直集火 把馬來所有的大象全部點掉了 好 應律師台點下了銀罐 大幹刀 轉出了駱駝 用駱駝去打大象 欸 這有點有想法 但是印度斯坦的經濟資源 允許他出駱駝來反擊嗎 感覺還是要繼續出肉馬會比較好 或是要趕快轉這個重裝長槍兵 畢竟印度斯坦沒有這個大槍槍 所以還是要想一下這個大槍怎麼處理 除了用生鋁之外 還有駱駝 感覺還是只能靠火槍跟 重裝長槍兵了 用駱駝的話現在太缺黃金的情況 打下去可能會打到自己 斷擊然後輸掉比賽喔 好 這裡直接用戰矛 歡迎開火炮 非常賺 暫時自己所有的戰矛兵 第二坨大象又來了 這時候大象還是用弱馬去爭取一些時間 用火箱一發一發的集火點掉 火箱並在補一些數量 火炮開始可以攻城了 還能點下了鑽瓦技術 崩繪之路 開始把自己的防守點好 印度斯坦還是硬點下了帝王沃駝 看來這是一個賭命式的玩法 不成功變成人 印度斯坦現在有時間上的壓力 再拖下去的話真的要完全斷金了 結果左邊這一拖黃金 變成印度斯坦的救命金了 結果馬來人沒有碰到左邊的黃金了 印度斯坦這邊出洛駝就可以打得贏囉 黃金這樣穩定數量夠多了 那這一波反打馬來人壓力會很大囉 那馬來人遇到這種情況來說的話 其實是可以考慮轉爪刀勇士配大象打法 好 這裡火砲暫時無人解 帝王洛駝升級好 三攻三防洛駝 好 印度斯坦點下了2 增兵技術 好 回牆技術也點下了 這一波決戰 地龍駱駝能夠扛得住嗎 後面的駱駝加肉馬 在後面騷擾 能證明的大象已經往前貼近 印度斯坦這一波往前能够夾得住嗎 後面總共有 哇靠這個是7台巨頭 好拉了幾隻 帝王洛駝在後面偷抓巨型頭司機 火槍兵原地開火 後面的火炮要趕快打巨型頭司機嗎 還是要打戰毛病 好 帝王洛駝的數量開始慢慢回來了 馬來人大象沒有繼續補嗎 趕快往前補數量 巨型頭司機架起來 開始輸出 打的是後方的火槍兵 從巨頭去換火槍好像有點奢侈 好 帝王洛駝直接突破大象的防線 大象直接全部被點掉 巨頭司機也被收光 天才少年馬來人打出了拒絕 我們恭喜印度斯坦人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這一波印度斯坦後面偷黃金偷得非常好啊 把自己的黃金穩定起來 轉出了帝王洛駝反擊大象 大象被火槍跟帝王洛駝直接包夾 瞬間倒下非常多隻的數量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馬來人拿下黃金的勝利 但是基本資源 木頭跟食物是由印度斯坦拿下勝利 印度斯坦這邊有五生物 而且有大幹道的科技加持 獲得黃金數量其實還蠻多的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